Hello,大家好,我是机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航拍镜头与言之追踪镜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前面讲过有环绕镜头、旋转镜头 环绕镜头、旋转镜头一般对的目标是相对固定的目标 你有充足的时间去调整 也有充足的时间去NG重拍 目标最终就不同了 在一个地点只有一次拍摄机会 拍摄时没有控制好 画面就跑出去了 目标就跑出画面了 那飞手和云台手打赶没有潜入潜出 画面就不顺化了 等等此种都是目标最终当中的常见问题 如果还想要精确控制画面 更加是难上加难 那最终目标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低速运动的物件 比如说行人、低速的汽车、船只等等 在飞行当中只要规划好路线 计算好时间跟速度 拍摄这种沿固定路线的目标 我们还可以设置航线飞行 提前在线路上规划好航飞行的路径跟高度 等待目标出现后 直接执行航线即可 这样就更可以专注于我们无人机机头的方向 跟摄像头的抚养控制 那出来的视频就更加容易顺滑 当时机长真的没有想到 大家会推出带追踪功能的无人机 比如说U2、U2都可以进行目标的追踪 那相对来说呢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拍摄起来就非常简单 甚至可以环绕追踪移动目标 那第二种呢 是追踪高速运动的目标 这种镜头语言 一般来说 一个人拍摄几乎不太可能 机长建议呢 双控拍摄 更为何靠 但是就是有了飞手和云太手同时的一个操控 也需要两者之间默契的配合 才能拍摄出希望的镜头 那机长呢 也拍过几次最终目 移动目标 那因为是单控 所以有一次呢 还装了红绿灯 还有一次呢 就是人家气跑了 我们在起飞 所以有一点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是拍摄固定线路的移动目标 建议大家利用智能飞行模式预先设好航线 先在那里等待 等目标到了之后再推改加速执行航线 那完成航线镜头后呢 再手动拍摄其他的镜头进行补充 另外如果是拍摄团体活动 一定要有团队配合 那时刻保持对讲机的互通 随时通报活动情况 毕竟对于拍摄移动目标 大部分时候呢 只有一次机会 我们就是拍电影 也不可能NG很多次让你来好好拍 冯小刚讨演 吐槽 当时没有好的一个国内航拍团队 我估计也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当时我们没有见过实际的情况 也不好评价 那只有唯有好好学习 经常学习 经常思考 在实际运用中才能如雨得水 拍摄出想要的一个追踪镜头 好了第九集结束了 欢迎观看机长的航拍镜头语言之下一集 拜拜